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一些恒等式 我们如何去做这些题目呢? 这里我们想做一个很重要的字 这个叫Proof 我们想做一些证明 这个是证明的意思 证明下面是一些identities 如果证明identities 我们一定有个技巧要识 就是我们要识得分 左手和右手 左手和右手 就是等好的左手和右手 我们试试去减化这两边 看看最快是否相等 如果最快是相等的话 这个句子整个就是一个identity 你们可以留意一下 LHS LHS 我们可以先写出来 4X-2 3X-1 这里的巧妙之处就是要留意一些符号 什么意思留意符号呢? 这里是一个符号 括号是3X-1 你要做一个拆括号的时候 你要留意 前面的4X不变 我们要将这个负2 这个其实意思是负2 负2乘入去3X-1里面 负2乘3X的话 那就是负6X 负2乘负1的话 那就是正义 负2乘负1就是正义 所以这里呢 你会得出4X-6X加2 好了 然后4X-6X 那不够减的嘛 那其实你就是一个负数来的 所以呢 4-2 负2 负2加2 那这里呢 就叫做简到最简 因为负2X和2 这个2呢 我不能再做加减的 那所以我们得出这个结论 那这个刚刚我 是right hand side 那你可以先等于right hand side 那你知道left hand side 还是right hand side的话 那你可以说 所以这条式是一个identity 那你可以呢 照抄回这条式 将等号变成identity 的符号 那 it's identical to negative 2X plus 2 那这个就是part A可以做的东西了 好 那接着我们看part B了 part B呢 其实我们都要做回相同的东西 那我们先寫left hand side left hand side就等于左边的那条式 那这里呢 我们唯一要留意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减法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是很细心去做的 那前面2X乘入去这个X减1 2X乘X 我们得到2X的square 2X乘以这个减1 就是减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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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右手边的那个又跟它不一样的 那做些什么呢 那你可以在右手边再出发 那你写右手边的条式 2X2 2X2 就是负6X 就是负6X 你得到负6X 负6乘正2 就是减12 那你要得到 咦 left hand side和right hand side 是相等的 那你可以说 哦 我得到了left hand side equals to right hand side 所以呢 这条式 都是一个identity 那你可以写出来 那如果你不想写文字 It's an identity 那你就用这个符号 记住 三画的 那就是It's identical to right hand side 那你就完成Part B 好 那接着我们呢 看到一个例子 那今次的例子呢 那问题很有趣 就是It's not an identity 你也证明它不是 identity 那其实造法呢 就有一样了 那记住AppLorever 证明啊 那我们做法到一样的 那我们就把 left hand side 和left hand side 就是简法它的 那麼 那么 deci Isa 右邊就是這樣 3乎乘以x加1加x減5 這個拆括戶就是3x加3加x減5 3x加x就是4x加3減5 即是負2 這個是右邊的 右邊的右邊的右邊 右邊的右邊的右邊的右邊 右邊的右邊的右邊也很簡單 就是這樣拆括戶 2乘以2x4x 2乘以2就是負4 那你會發覺 你會知道 左邊的右邊 原來就不等於 我們用不等於符號 右邊的右邊的 所以 這個 就會是一個 不是identity 但你要留意到 就是你做這些題目 我們不會有一個 Not an identity的符號 所以這裡 你寫文字給我們 It's not an identity 寫多一點點字 都已經完成了 就是這樣去做的 好 接著我們看另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就給了我們 下面這些全部都是identities 你看到一個等號是三滑 你就知道了 好了 但是我們有些 unknown A和B是一些未知數 但是它是一個確實的數字 一個上數來的 constant 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就想知道 究竟A的value 和B的value 它真正的數值是什麼 如果我們想知道 它真正的數值的話 第一件事 其實跟剛才也有些相似 我們要做一些減化的 譬如我們先把A這個 A這個 3固乘x-4 其實是可以減化的 我們就會把它減化的 左手指 就是3 4固乘x-4 然後你另一個term 你後面叫做b 正b 這個就是-12 那所以呢 什麼意思呢 其實你要做比較的話 你會得到A 其實就是等於3 b呢 留意了 正b是-12 b呢 要有個符號 b等於-12 可以這樣去理解 那就是partb了 partb試試怎麼做呢 partb我也是做一個簡化的 我們要把左手邊的數 減化吧 本身是x加5 括弧乘x-3 那你拆括好的話 這個就叫前行乘前行 x乘x x2 x乘-3 x 5乘x 加5x 5乘-3 減15 那你可以再減化它 因為x2 就在這裡 減3x加5x 其實你可以當加5x 減3x 加起來就是正義的x 來的 那就減15 好了 那現在你要做些什麼 就是做回剛才我所說的事情 你要做一些比較的 x2 和x2 相等 那就不用動它了 然後正義x 和這裡的正bx 就會是相等的 另外 -15 那就和這個正b 就會相等的 所以你可以說 你對比回它的coefficient 那我不寫那句 那你可以知道 就是正ax就是正2x 那就是a等於2 然後正b就等於-15 那b就要-15 好了 接著就是part c part c 咦?左右兩邊都有a或者b 那我們都照樣去做一些減化而已 那我左邊呢 就會是等於6加a 乎x-1 那我們會得到一些什麼呢 我們就減化它 6加a x-a 要乘進去 那記著我們要排好次序 我們將有x的東西放在前面 ax 沒有x的定義 群在一起 6是沒有x -a也沒有x 你可以群在一起去理解 好了 你這樣寫的時候 就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代表我們又比較 它的coefficient 那首先呢 4x和ax做一個比較 然後另外就是後面的正b 就會和後面這個6-a做一個比較 那得出的結論就是 其實4x等於ax的時候 那你知道a就等於4 然後呢 b呢 就會等於6-a 那a等於4 那你知道等於6-4 那所以b呢 你就會得出等於2 那你就算到a等於4 b等於2 那就完成了 好 我們現在看到一個例子 這次的例子呢 就是一些identity 那但是我們想做些什麼呢 我們是想find the value of abc 想找到abc是什麼 那跟剛才的例子一樣呢 其實我們也是想找一些announce 我們第一件事 我們要簡化這個identity的左邊或者右邊 簡化完之後呢 就是要比較一下他們的coefficient 就是代表x2前面成一個什麼數 x前面成一個什麼數 x前面成一個什麼數 以及constant是一個什麼數值 那你見到這條式呢 你就知道了 哇 左邊應該是比較複雜的 那我們呢 都由複雜那裡開始 我們由複雜簡單它的 簡單化它 好了 那我先寫左邊是什麼 那你看著左邊的話呢 你都知道 咦 我要做一些簡化的 那怎樣去做簡化呢 第一件事 這裡呢 如果我要乘的時候呢 我就乘了這兩個固埔先 那我a呢 就留在外面 x加1乘x減1 那是等於什麼呢 那你可以慢慢去計 那x乘x先啦 第一個term x乘x 那就是怎樣做 我想大家會記得 這個乘這個 然後這個乘這個 1乘這個 1乘這個 1乘乘1 那四個term會乘在一起 那x乘x就是x2 x乘1 x乘1 就減x 1乘2x 加x 1乘2-1 那就是負1 好了 你同一時間地 那後面都可以 簡化它的 那後面 簡化要怎樣做呢 後面 你留意了 後面是-b乘下去 x-2 那-b乘x 就是-bx 那你可以這樣簡化 -b乘負2 負負得正 那這個呢 就變成正 2乘b就是2b 那你可以減化後面 那前面都可以減化的 那慢慢來 第一件事 減x加x 消除了 那就沒有了 那我a呢 在這個步驟 可以乘回去 a可以乘到x2 那變成ax2 中間這個term 沒有了 不用理會了 a乘到-a 那就-a 然後-bx 加2b 好了 這步 我完成了 這個樣子 不漂亮的 我們想排回次序 還有group 一些light terms 那所以呢 ax2 就繼續在前面 將-bx 放在中間 由大至小 Desending power of x 去排 然後-a加2b 我一般 我們就會喜歡寫 一個正的term 在前面 那就是-b-a 沒有分別的 -a加2b 加2b 那我們呢 估一下它 估一下它 就是這個就是我們 有的constant term 記住前面是正好 先按括 前面是負號 就沒得按括 好了 然後我們compare compare了 那怎麼compare 比較了 然後我們就要去看看 這個 ax2 就會compare 這個右手邊的2x2 然後 這個-bx 咦? 這裡沒有x 即是你當它是0x 你要知道 這個東西 其實它中間 就有個term 但是它沒有x 就當是加0x 好了 然後到最後 constant term 那這個 是一個constant term 2b-a 它這裡就是c 那我們可以得出一些什麼結論呢 首先 看x2 這個term 我們知道a a就等於2 這個就不變了 那b怎麼算 負bx 這個term 和它的正0x 是一樣的 那b呢 負b等於0 那負b等於0 那負b等於0 就是b等於0 那我們就得出這個結論 好了 最後看一個constant term constant term 就是藍色這裡 2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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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等於c 2b-a 2乘0 因為b是0 2乘0 就是0 0-2 等於c 因為a等於2 那你得出的結論就是c 就是a等於2 所以你得到的就是a等於2 b等於0 和c等於2 那 2b-a 2b-a 8